打開通訊軟體跟朋友約晚餐 幾點吃 如果這樣打 你看得懂嗎 就是六點吃晚餐 常常傳 方便就六點 晚餐約六點 我不會這樣講 就習慣把話講完整 以時間六點來說 現在許多年輕人會使用 數字六加一個點 來取代國字六點 或是寫七加一個點三零 表示七點半 雖然這寫法在年輕族群間 相當流行 不過遇到長輩恐怕看都沒有 約什麼 約六什麼 約六 出去那個 那個約會出去留答 長輩的話就會自動跳成二十四十字的 除了時間有縮寫 還有許多簡稱流行用語 情緒 情緒勒索 生日快樂 運內呢 運內 運動內衣喔 對對對 我要瘋 高玩 是高手玩這樣 詢問民眾大家最常使用的 像是限動就是社交媒體的現實動態 情樂 情緒勒索 生快 生日快樂 甚至有人會簡稱SK 不過像是服學服務學習 運內運動內衣 言小言情小說 二外第二外語使用率偏低 文字是一種溝通啦 只要大家知道它是什麼 就是它就是一種語言 要多學一下 多看一下 才看得懂現在的文字 不同世代用語寫法有落差 接收訊息的人看得懂 就是有效溝通 只是生日快樂 縮寫變聲快 再簡寫成SK 難免讓人覺得 祝福的情意也縮水了 三星 黃旗超成員高雄報導 高雄報導 請坐下 b